他覺得這樣子都要告 我不知道啦 他現在是要改名叫習近平還是什麼嘛 難道大家都不能評論他嗎 巧新的衣服 這是LV官網的圖嘛 我用照片來比對 覺得這兩件 幾乎就是一樣 那我也不願意去 相信我們的立法委員 竟然會穿高仿 那個表是老公送的 上面應該有寫勞力士嘛 老公這麼喜歡他 我覺得真的很棒 那只是 他的財產價值超過20萬要申報 我覺得難道現在 評論政治人物的穿搭 都會犯罰嗎 這個 我一開始的初心 我昨天直播也講得很清楚 我就是覺得巧新的穿搭都很讚 來研究一下他的OTD 那只是很驚訝發現說 原來他身上有這麼多的精品 所以介紹給大家 那他如果說 他覺得這樣子都要告 我不知道啦 他現在是要改名叫習近平還是什麼嗎 難道大家都不能評論他嗎 藍營的這個政治人物不是也很愛評論綠營政治人物的穿著嗎 難道許小新這是藍營你不能嗎 我覺得這很奇怪 那第二呢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做的這些介紹都是有所本 像他今天講的這個 LV的事情我手中也有對比圖你們可以看一下 給你們看嘛 這是巧新的穿著嘛 這是巧新的衣服 那另外呢這是LV官網的 這是LV官網的圖嘛 這是LV官網的圖嘛 那我等一下也可以丟到我們群組給你看 那我用照片來比對覺得 這兩件幾乎就是一樣 那我也不願意去相信我們的立法委員竟然會穿高防 我覺得不可能嘛 對不對 那當然並不是說針對這件LV的洋裝啦 那而是他的身上 我記得我昨天好像跟大家介紹七件 那他今天著重在LV這件他說不是LV 那代表其他六件應該確實就是我講的那個嘛 那如果是都是真的 那他就有財產申報的問題 比如說勞力士那一隻 不管他具體的款式到底是哪一個啦 但是一定都價值超過20萬 那他應該要做財產申報 沒有申報嘛 但我昨天直播我也有講過 他有可以說這些都不是他的 他可以這樣講 都是別人借他的 都是哪裡誰借的 那我覺得這樣也OK 但其實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政治人物 接受別人的評論的時候 就平常心去面對就好 那所以我也不是說刻意要攻擊他什麼 因為我覺得啦 會賺錢捨得花錢又不是壞事 那如果說他老賺感慨 那也很好啊對不對 所以我是沒有預期到他今天會有這麼激烈的反應 甚至說他來告我 那但是我也相信我的這些評論都是有所本 他說那個表是老公送的啦 那人家送的東西他不會去過問價格 那個表是老公送的上面應該有寫勞力士嘛 那這個老公這麼喜歡他我覺得真的很棒 那只是他的財產價值超過20萬要申報 那他過去的財產申報裡面都沒有這一項嘛 那在這方面其實我覺得他更正就好 那也不需要這麼的激動 那而且這個我覺得 有的時候啦大家當然 其實很多人要去問的是說 依照他跟他先生的收入 他的吃穿用度是不是符合他們收入該有的樣子 那也包括了最近我也看到有人找出說 他一年可以存400萬 然後又可以這個吃穿用度這麼的高檔 那我覺得應該也都蠻多人會覺得很羨慕他這樣的生活方式 那其實某某程度上大家會關注一個公眾人物這樣子的表現 我覺得應該也是我們自己要接受評論的地方吧 那他這兩天也有講到那個100萬利息的部分 他說其實這個就像我們借衛生紙啊借過啊 其實是沒有在還的啦 他用這樣來解釋說為什麼沒有出現在財產申報 他說借100萬像是借衛生紙跟借過 真的嗎 他說這個借的意思就是借衛生紙啊借過 哇我很難想像100萬變衛生紙欸 我有點震驚啊 我不知道我可能要回去想想看 借100萬就像借衛生紙跟借過一樣 這應該是不是我們平凡人可以想像的生活態度 當然巧欣他能夠一路打拚到他現在可以到這個level 這麼會賺這麼捨得花 我覺得很好 那他其實就大大方方的說他就是超有錢 然後大家都沒辦法想 大家都想的跟有錢人不一樣 那這樣也是有可能嘛 一緣你怎麼看喔 我覺得許小欣他刻意的去忽略你昨天在直播上面有講說 就是有淡書啦 就是說這也不一定是LV 因為你沒有看他的購物清單 你不知道說這些衣服這些東西是不是真的 那他刻意的去忽略了你的淡書 那他今天也特別講說 喔我身為那個政治人物 當然有時候會穿的比較好 你覺得你怎麼看他的這種講話方式 昨天我跟大家介紹七件嘛 他刻意挑了其中一件在變 基本上他就是要以部分遮蓋全部來回避大家 現在有些人來問他說 為什麼你全身上下有這麼這麼多的高檔精品的這個問題嗎 這是很典型的轉移焦點的方式啦 甚至是他的支持者現在又開始對我人身攻擊說瞄不好不好 那當然他們說瞄不好不好 我覺得無所謂啦 就讓他們去講 可是問題是現在許小欣他如果遇到問題 都用這種很激烈的方式回應 然後不針對問題核心好好說清楚的話 我覺得他要經常脫殼應該會越來越困難 因為很多人第一時間是指一說 就是你本來好像形象不錯 就是在統神這件事情上面 但是昨天就是開啟了另外一個戰場 就是衣服這件事情 其實你的本意其實不是要說他的衣服就是很高貴 是要點財產申報這件事情嗎 我昨天直播的時候其實有講 就是我們看這個的本意 是因為我們發現 巧欣的穿搭非常讚 所以就是要來看看說 他為什麼可以穿得這麼棒 那基本上我也不認為說 他會賺錢捨得花錢 對他是一種什麼樣的攻擊 這樣子的想法很奇怪吧 那只是他的財產申報如果有不實的沒有申報的部分 現在已經被越揭發越多了嘛 債權也沒有申報 精品也沒有申報 那這個他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其實他自己該認真面對 別人沒有辦法幫忙他這一塊 是不是要進去了 好 可以囉 謝謝 是是是 就是想問說怎麼看說 因為他現在說他的 鼓 鼓掌那邊 有的是那個十大東西 你說他 他的 他的姐夫的鼓掌 對 我覺得 這個家人涉案 立委的家人涉案 一般正常的立委 就是出來好好說明嘛 然後說一切都尊重司法調查 這樣就結束了 可是 巧欣他不斷的 暴言暴衝暴走 反而會讓更多人困惑說 這背後到底有什麼樣 不為人知的故事 所以我倒是覺得 他不用再四處開各種的戰場 其實針對這個案情 他好好的 把版本確定下來說明一次 那我相信 媒體朋友也不是故意說 要逼他怎麼樣啊 大家只是 善盡做新聞 然後追究真相的責任而已 所以 講清楚說明白 然後以後不要再用這種 雙標的態度 一直去弄別人 我覺得巧欣這件事情 他應該還是可以平安度過啦 他最近有這麼多的料被挖出來 是不是也跟過去 他的眼神有關係 喔 他過去用聖人的標準 檢視別人嘛 那可是現在呢 卻這個被人家發現 他是低於一般人的標準 那這當然可能就會產生衝突的問題 那所以我也是覺得說 政治是一個修煉啦 我們都在這條路上 那有的時候發現一些問題 其實就改正嘛 那但是如果說發現的問題 都覺得是 這個 他想要推到是藍綠的鬥爭啊 他想要推到是政治顏色的問題 而不去思考自己 到底有什麼樣可以改進的地方 那我覺得未來路可能就比較困難 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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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